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变色龙 我们来看一下 我镜头调整一下 好 各位这样看得到 这个就是变色龙 为什么叫变色龙呢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它的叶子 会随着季节变化而有所不一样 像最近的话 它的叶子比较偏粉色系 也许到了春天 它可能又变得比较绿 就是颜色会有一些变化 那它这种植物的话 就是说会长得很高很长 然后它的梗会长得很长 然后这种植物比较耐高温 然后比较怕潮湿 然后光线也是要好一点 然后土壤要比较排水性加 然后这种植物 听说把它折下来的话 里面会有白色的乳汁跑出来 那我现在是没有折 我想说应该就不要折它吧 听说这个乳汁 碰到的话要赶快洗手 最好不要弄在身上 可能对人体比较不好 然后这种植物的话 也是蛮漂亮的啦 就是说有时候可以拿来做一个 那个造景 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一棵是算是长得 没有说很健康 因为我就把它丢在旁边而已 然后也比较少浇水 虽然比较少浇水 可是它也没有死掉 所以它一般来说 就说只要不要缺水太严重的话 它还是一样可以活下去 只是说千万不能过度浇水 造成根部腐烂也不好 那这种植物的话 有时候在路上也都看得到 然后也是蛮漂亮的 像我们家附近就有一户人家有种这个 我是觉得是蛮漂亮的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叫做变色龙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就这个样子 好 好了 介绍好了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